被去盲炒作成偶像的恶魔 多年以后 当面对寻情略的枪口时 切格瓦拉一定会记得他一个人去古巴 参加革命的那个遥远的黄蜂 和大多数革命导师不同 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 受家庭影响 格瓦拉从小就对政治非常感兴趣 20岁就读于布尼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部 顺利完成学业 此时的格瓦拉看起来 是一个前途光明的未来精英名人 但是 时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生轨迹 正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所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拉美的现实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军事独裁 腐败盛行 贫富差距惊人 权贵基层 之所以能够每晚举办聚会 是因为他们垄断了国家的资源 而大多数普通人却不得不像蚂蚁一样生活 学生时代 格瓦拉经常骑着 他心爱的哈雷摩托车 环游拉丁美洲 格瓦拉在这段时间里 目睹了社会底层的贫穷和困苦 让这个名人望族的贵族我儿子感到无比的震撼 于是他心中产生了通过武装革命改造世界的不公平意想 巡演结束后 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 从前的我已经死去 我已经不再是我 50年代中期 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了卡斯特罗两兄弟一见如故 然后他们一起回到古巴领导武装革命 并于公元1959年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到目前为止 格瓦拉似乎很完美 然而 理想主义革命者最常犯的一个错误是 他们只知道如何打碎一个旧世界 却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 夺取政权后 都想当然地改造国家 革命者的思想通常是极端的 往往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格瓦拉就是这样 他们带着极端的思想 开始向后行动 古巴革命成功后 格瓦拉成为古巴银行警长 主管新政权的经济建设 事实上在古巴革命之前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 古巴的经济在拉美一直很好 格瓦拉一上台就坚定的推行企业 国有化政策 强行将古巴所有外国和本土企业国有化 这无异于政府对民间资本的抢劫 立刻让人员心惶惶 外资和本土中产精英纷纷出逃 从1959年到1962年 几十万人冒着生命危险 在三年内逃离古巴 在大多数人背井余乡 逃离故土的时候 可见这个国家有多么水深火热 古巴失业率飙升 哈瓦那商店货架上的商品很快 变得空无一物 面对这种情况 格瓦拉不仅没有认识到错误 反而沾沾自喜 以为这是一场实现公平的全新革命 随即宣布实行配起制 由政府统一规划 发放各种票证 各种民生物资需要频道购买 古巴似乎一夜之间倒退到了浓努制 格瓦拉在摧毁国家经济的同时 也不忘摧毁人们的精神 为了防止人们被西方思想腐蚀 颁布了严格的法律 禁止人们听摇滚乐 穿紧身牛仔裤 留长发 信仰基督教等 然而格瓦拉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虚伪 口是心非 古巴民众被禁止听摇滚乐 但他们非常喜欢假翘虫乐队 他们虽然表面上打扮成一个勤劳朴实的革命者 但实际上却住在哈瓦那一个有人造瀑布的超豪华别墅里 热衷以打高尔夫和抽昂贵的学家 戴着昂贵的劳力士手表 过着他们强烈反对的所谓资产阶级的颓废生活 最令人发指的是格瓦拉有着冷酷 嗜血甚至变态的癖好 正如格瓦拉在日记中所说 杀人是生活中的佐料 一日都不可或缺 格瓦拉掌权后曾担任总检察长 负责审判和处决前政权的所谓战犯和宪政权的所谓潜在敌人 格瓦拉为了每天都能欣赏到激动人心的刑刑场面 命令人拆掉了他办公室前的一堵墙 这样他就可以一边喝咖啡 抽血加一边欣赏行刑对对人的处决 特别是当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哭泣 恳求的时候 格瓦拉会特别激动 会当着母亲的面下令处决他自己的孩子 格瓦拉会在别人悲痛欲绝中得到一种变态的快感 格瓦拉对待被处决的人也没有幸免 在被处决前就抽血了 很多人在被处决前都被活活打死 抽出的血被格瓦拉卖给了当时正在打仗的越南 格瓦拉对自己的开创性工作非常自豪 认为自己不仅支持了越南这个意识形态相同的兄弟 还为古巴创造了外汇 因为格瓦拉各方面都很极端 连革命战友卡斯特罗都看不下去了 最终分道扬镳 格瓦拉从其他国家出走 继续输出自己的革命思想 格瓦拉 革命思想是用仇恨武装头脑 进行革命斗争 格瓦拉认为只有培养深入记忆敌人的能力 因为格瓦拉的极端思想刚果输出革命的时候 当地游击队并不买账 格瓦拉不得不回到南美洲的波利维亚继续输出自己的理念 波利维亚成为了这位理想主义革命者最后的葬身之地 当时波利维亚正在进行民主转型 整个国家总体上正在好转 格瓦拉此时并没有太多煽动革命的支持 另外 格瓦拉只有几十人的游击队为了生存 经常抢夺居民的食物和家禽 就连波利维亚主张财产公有制的组织也讨厌格瓦拉 因为被当地人侍卫土匪 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很快 就被波利维亚政府军包围了 这时 这位酷酷的革命导师在空中翻着手 大声对政府军士兵说 不要开窍 我是格瓦拉 我活着彼死了更有价值 格瓦拉被捕的传说 还有其他版本 有人说格瓦拉经过勇敢不屈的抵抗 终于被捕 不过这更像是左翼媒体吹嘘的一个形象 因为如果格瓦拉真的英勇不屈 你完全可以选择像项羽或者本拉登那样成为楚霸王 而不是屈辱地面对形形队的枪口 格瓦拉对古巴和其他拉美国家做过的事情数不胜数 有人把他比作没有权力的波尔布特 跑步夸张 不同的是 波尔布特成为了一个被所有人鄙视的恶魔 而格瓦拉成为了很多人崇拜的偶像 即使在今天 他戴着被雷帽的头像 仍然印在许多年轻人的T恤上 我相信 人们崇拜的不是格瓦拉 而是他所代表的精神 这种精神包括不羁 看力 个性解放 追求自由和对权力说不 格瓦拉的酷炫形象很符合这种精神 再加上格瓦拉逝世的悲剧人物 悲剧人物往往更能得到人们的同情 格瓦拉是一种悲剧人物 格瓦拉年轻的时候 我有远大的理想 有一种让所有时代和平的使命感 这很可敬 但一切还是要看结果 格瓦拉带给大多数人的是比贫穷和不公更残酷的灾难 而这是理想主义者上台后的必然结果 所以最好不要崇拜偶像 因为总有一天会有另一个切格瓦拉